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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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次在大多美展 水彩的作品是這一件是《聽海》 然後它是2017年創作的 那我當時候創作是以一張專輯 有十幾首歌的概念來做我的創作動機 那《聽海》是十四首歌當中的第六首這樣 那在創作的時候我通常都會聽歌 那聽的類型很多元 那我就是會透音樂可以幫助我 進入不同的時空想像 所以我會採用就是做專輯的方式 來創作我的畫這樣子 那我就把那個大海當作主歌 然後坐頭巾當作是副歌 那我的這張專輯名稱是稱作那個秘密基地 就是小時候我會拿那個大貝殼 然後放在耳朵旁邊 然後會很不可思議會聽到那個耳朵 會有好像很遙遠的海邊的聲音 然後我會想起就是我在天堂的阿嬤 還有阿太還有外婆 然後我會想說如果他們還活著 不知道會對我說什麼 然後所以坐頭巾對我來說是一種情感的一種寄託 然後透過它我好像重新活過來 是一種就是自我療癒的過程 然後在我在處理沙子的部分的時候 是用一點一點慢慢畫 所以花了非常久時間 可是我的內心非常的平靜 所以我覺得畫畫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我是採用不透明還有透明的方式來畫 然後在接觸過所有的媒材裡面 我覺得紙張還有壓克力還有水彩我非常的喜歡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是繪畫或是攝影或是雕刻或是舞蹈或是插畫漫畫這些 它都是一種媒介 那作者可以透過這些媒介去傳達他的想法 然後他的情感 他的寄託 然後還有他的人生的經驗 還有他的想像力 那對我來說我覺得透過紙張 還有水彩還有壓克力 是一種很貼近我的個性的方式 所以我用這樣的東西來創作 這樣表達我的一些感受 然後非常謝謝大墩的評審們給我這些鼓勵 然後我也要很謝謝身邊遇到的人 尤其是我的爸媽大阿姨小阿姨還有我的朋友老師 還有同學還有以前的同事 還有過去的自己這樣 那也因為有這些人在我身邊我才可以繼續創作下去 然後我也期許自己今後能夠繼續的畫下去 謝謝